有没有跟你的老婆说过谢谢 我一次过 她 她有一点感动 真的 很甜 所以说大家好 我是Janelle胡御师 我想问 有没有人有六千亿呢 有没有人有六千亿 有没有人 我有 来 千亿大哥 你六千亿 你要借钱 让我们欢迎千亿大哥 千亿大哥 我是刘千亿 不是刘千亿 千亿大哥 你今天要介绍我们什么美食呢 今天我要带你去欧南元炒粿条 走吧 我们去吃 这个就是千亿大哥介绍的 欧南元炒粿条 还有炒米粉 这个炒米粉只有早上才可以吃到 欧南元炒粿条生意很好的 千亿大哥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炒粿条 因为我跟这个炒粿条的老板 以前是邻居来的 我爸爸在楼下做裁缝 这个炒粿条老板就住在楼上 他常常来给我爸爸做衣服 我们就常常吃他们的炒粿条 我不敢讲别人的不好吃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的 好 我吃看 你不要因为我讲好吃 你就讲好吃 不好吃 你就讲不好吃 我会去跟他老板回答的 然后我说是你讲的 这个是不是威胁 好 讲真的 它的炒粿条是真的好吃 它的面不会太湿 不会太干 吃进去的时候 它的那个辣椒分配得很好 而且你看 它有很多花 你试试它的炒米粉 好 要把这种米粉炒得好 不是那么简单 这种是我小时候吃惯的味道 那你小时候吃的话 是跟家人一起吃还是自己一起吃 跟家人一起吃 那个时候我们很熟 买一包炒粿条回来 要两三个兄弟一起吃 那你之前说你的爸爸是做裁缝的吗 你没有想过就是去接他的生意吗 有 我以前也是裁缝的 然后为什么后来我没有做 因为我手脚太慢了 所以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一行 因为我太迟钝了 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 你会机缘巧合就是去当到演员 都是无心插柳柳成瘾的 起初是利丢乎生 那个时候我妹妹很喜欢 她不敢去 她就让我陪她去应征 后来我面试 我进去 她还不见了 然后我就在那个利丢乎生 讲话剧 后来呢 新传媒又召考演员 我话剧组的同志又帮我报名 那个朋友又没有被录取 我又被录取 又当演员 那你会觉得说你是幸运的吗 除了幸运 我也不错了 我有演戏的戏包 确实 我觉得你演的很多戏都还蛮有特色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年轻人跟我说 叔叔 我从小看你演戏 真的吗 你看到我会不会这样跟我讲 我从小就是看你的那个林北 是吗 不然你学我讲林北 我看你有没有那个气势 林北喜欢吃这个炒果条 那个林北要有那个中气要吃之后 来了 林北喜欢吃这个炒果条 可以吗 你再讲多一次 林北 林北 我不可以 我破功了 其他的角色都算是坏人 对吗 我以前演过很多坏人 一入行的时候 三十多岁 就演六十多岁 那个时候我老婆的朋友一直问 为什么你嫁给一个这么老的人 然后我演到现在还是演六十多岁 所以我觉得我越演越年轻 但是话说回来 我刚刚加入新团媒的时候 那些年轻演员都很怕我 你知道吗 他以为我是一个很凶的人 都讲 我们起初看到你 很怕你 哪里知道你是一个那么顽皮的人 真的是很可爱 我认识的亲爱大哥 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可爱 而且又很健采 那现在我们吃完了炒果条 我跟炒米粉 你待会儿要带我去吃什么 我带你去吃云吞面 这张云吞面比较少人知道 我是老人 也是老涛 应该不会介绍错 可是结尾我要跟你讲 炒果条的老板叫什么名女士 你叫什么 进财 如果我们吃了他炒果条 就会招财进宝 可以 那我们要吃完 来 我要进很多财 很多宝 进财 走过来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看到这摊 云吞面的档口就真的只是半个 然后就写云吞面 这么简单 不要对大哥这么客气 你直接讲大哥 为什么你带我来这种不起眼的地方吃东西 那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吃呢 因为我朋友带我来吃 就觉得很有以前那种味道 可是我就常常来这里吃 以前的味道是什么 以前的味道我也说不出来 就是因为现在时代一直进步 所以这些调味料也在进步 但是我们小时候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很穷 很少有机会吃外面的东西 所以吃了就觉得那个味道特别好 那么这个我吃了 让我有一点点回味 好 那我也要试试看这个以前的味道 它平时是这样卖的吗 这一份是我主要加多一点才是 而且这个云吞面超特别的 有一个荷包蛋 而且它的蛋黄是会流的 然后再搭配那个面 应该它的味道也会不一样 你吃 我看你吃 我这样看你会不好意思 我们演员训练班的时候 第一课 那个导师说 来 你们今天要自己打包那些饭 进来吃 中间一张椅子跟一张桌子 二十多个人围在前面看 看我们的表情会吃 我刚刚已经吃了几口了 它的面是属于比较Q弹的 加上那个菜 叉烧 鸡蛋 跟猪油渣 真的很香 它云吞很大块 它的肉很饱满 你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来 我第一天连话都讲不出来 你们还可以一面吃一面介绍 还是因为我一个人也没有压力 要不要叫旁边我们工作人员 全部围过来看你吃 我会害羞的 没有 我们今天是要来聊你 对不对 千语大哥 你还会跟你的老婆一起出去吃吗 会啊 我跟我老婆吃的是 我去吃过 我觉得好吃 我会带她去吃 好像这个我有带她来过 我七十多岁 我老婆也六十多岁了 我们蛮注重 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第一样就是去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或者去看自己喜欢看的地方 比如说去旅游之类的 说到这个 因为有一次我在Instagram 看到我老婆写在那边说 她很想走在两边都有那些落花 樱花 所以我就去安排了 安排我们去日本看樱花 然后樱花开的季节 它是每个地方不同的日期开的 我已经安排好了看三个地方 全部安排好 而且安排是两个人去的 因为有一个朋友介绍我 说这个你可以私人旅行 一个日本人开的公司在新加坡 然后我跟她要求说 看三只樱花 两次那个温泉 吃好的东西三餐 等其他用她安排 安排好了 就刚刚好疫情爆发 哎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安排 我是在想安排明年的 本来我不要给我老婆知道 我要把她安排好了才带她去 结果不可以 因为什么要做 就让她知道了 但是让她知道也好 变成可以跟她一起参与我们要的节目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我亏欠我老婆太多了 你为什么说你亏欠你老婆呢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我一直做两份工作 除了两份工作 我要应酬 有待在外面的时间 比待在家里的多很多 家里的一切琐碎 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那里 你有没有跟她说过谢谢 说过谢谢 没有 只是有一次她跟我讲 以前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多少还会寄一些卡给我 现在我有重要的日子 你都不会寄卡 然后就有一次很有趣 我一次过她寄四张卡给她 那么那一天刚好正月十五 是华人的情人节 元宵节 而且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又加上她的生日 再加上洋人的情人节 就一共四个日子我就表现了 然后她有一点感动 真的 很甜蜜 婚姻才可以维持到现在 我们82年结婚了 四十多年了 你没有想说当演员的路上 我要去做男主角 为了我的老婆这样 我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我在上训练班的时候 我们的导师跟我们讲 要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看我的脸 我照镜子 我应该是演坏人的份 但是如果有一部戏 是写适合我的年名 适合我的外形演的 让我当主角 我当然不介意 真的觉得你的心态很好 我们年轻人应该多像你学习的事 分享 我也没有那个分量去教人家 要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做 因为我都没有什么成就 也不是主角 这么多年也没有拿过奖 其实你讲你没有成就 你忘记你有林北吗 有时候我已经有看到一些人反应了 他讲 你没有别的东西讲吗 很可惜的 最近林北又做了两个 讲林北的TikTok 要放在TikTok 你们喜欢看就看 不喜欢看就去看年轻貌美的 胡医师的TikTok也很好看 我也有看 真的 等一下 我们两个一起做TikTok 你就可以看 两个 但是接下来就会面对一个挑战 我会去《淡米尔语》的频道 一演《淡米尔语》的连续剧 我是在里面演一个日本将军 需要讲有日本腔调的英语 所以我已经学了蛮久了 还是讲不像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如果你做得到的话 我希望我做得到 有人加强阿妍 演得蛮像的 千里大哥 你要加油 好 谢谢千里大哥 今天带我去吃美食 还教了我那么多 不要讲教我 不好意思 真的 讲那么多故事给我听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露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